接近手術 精準盤水再升級 邀請到本院蔡健森醫師 蔡醫師 現任本院耳鼻喉科組的醫師 她的經歷有承大醫院的耳鼻喉部腫醫師 中華民國耳鼻喉頭頸外科專科醫師 以及承大醫院的耳鼻喉部腫的醫師 那現在就用這位掌聲來的蔡醫師 那這座各位同仁 以及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郭總文醫院這邊的耳鼻喉部腫醫師 我叫蔡醫師 那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介紹 是這個電腦鑽成立定位導航輔助 這樣一個新的技術 那我們怎麼樣應用這樣的手術技術 去輔助我們的鼻喉內視鏡的手術 那藉此讓我們的手術的精準度 以及安全性 都得到一個全面的升級 好 那今天演講的內容 主要分成幾個部分 首先我會為大家帶來 實際我們臨床應用的案例的分享 那接著我會就鼻竇本身的這個 解剖後掌 以及鼻竇眼本身的一些成名 還有怎麼去做治療下去做介紹 那最後就進到我們的主題 也就是說 這個隨著科技的進步 電腦斷層立體定位導航 這個新的技術 怎麼樣在我們臨床上去輔助我們 好 那這是第一位實際的臨床案例 他是一個63歲的中年男性 那本身過去其實 又有左側鼻塞 前額頭痛以及黃鼻涕這些典型的症狀 那這樣的狀況其實也已經相當多年了 不過病人本人一開始是相當抗拒去作用 那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前來我冷診 那在冷診的時候 我就幫他做內視鏡的檢查 發現他在左邊的鼻孔裡面 就有看到一個囊狀的鼓起的一個病罩 而且這個病罩大到怎麼樣呢 整個鼻道是幾乎沒有空間可以吸氣的 那除此之外有一些黃色的這個分泌物 那也因此呢 就幫他安排了進一步的 所謂電腦斷層的檢查 代表在電腦斷層底下 他在左側上 還有這個地方 有一個突起的囊狀病罩 而且隔壁旁邊的鼓子 都有一點所謂這個擴張的一些狀況 那除了這個病罩之外呢 也可以看到他的腮痘跟額痘 都已經有影響 產生有一些鼻涕蓄積在裡面 額痘的一些狀況 而且腮痘也因為長期發展的關係 導致進一步的苦化 因此我們在看病人解除完之後呢 病人就選擇 住院接受這個電腦斷層 一體病位導航輔助的 內視鏡鼻痘微狀手術 那病人在住院過程中 手術也都相當的實力 那在回復的過程都還算可以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大概兩個月左右的時候 我們再幫他重新進行一次內視鏡的檢查 就可以看到其實鼻痘的病罩 已經都完全的清除掉了 那傷口的部分回復的也都還算OK 雖然還有一部分這些結痂的東西殘存在上面 不過整體來說 病人的症狀 已經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那病人完成也就是相當的 那這個個案也會持續的去做最終的 那第二位一樣是一個62歲的中年男性 他本身呢在年輕的時候 就在我們的國軍醫院 有接受過所謂傳統外開式的鼻痘手術 那在這手術完之後大概只有幾年了 好光景啦 那後來其實包含咳嗽啊 皮涕倒流啊 鼻塞啊紅鼻涕這些症狀 還是陸陸續續也都跑出來了 那也持續了非常多年 直到我們門診的時候才去幫他做進一步檢查 那檢查之下才發現說 其實裡面這個席痘的部分也都有附發出來 何必有這些髒的黃的這些分泌物 所以我們在門診的時候就認定 他應該有一個所謂的 典型的鼻痘癮跟鼻席痘的附發 那因此幫他安排一部的電腦斷層去做檢查 可以看到說在電腦斷層上 在右上漢痘的地方 也有一個所謂的囊腫的一個病罩 那這樣的一個病罩 在傳統的這些外開式的這個鼻痘手術 算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一個術後病罩症 除此之外呢 他的鼻息痘其實影響的範圍蠻大的 幾乎每一個鼻痘都影響到 所以在他病人討論完之後 他就住院接受了這個電腦斷層一體定位 導航輔助的鼻痘內視鏡的微創手術 那這個病人術後回復的也是相當的不錯 可以看到在兩個月左右的時候 的內視鏡追蹤之下 其實鼻痘的這個病罩都沒有再復發的一些情形 那其實呢裡面也都沒有再蓄積這些黃色的鼻涕 那病人症狀得到相當大幅度的改善 那我們的鼻痘是什麼東西呢 鼻痘實際上是在我們乳骨裡面的這些空泡狀的骨頭 那一般來說我們正常人會有四對大的鼻痘 包含額鬥、蝶鬥、腮鬥以及上翰鬥 那鼻痘本身的功用呢 除了這個我們發生的時候 它可以作為一個共鳴槍 那萬一撞擊的時候 它可以作為一個防衝區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鼻痘內部 其實也包覆著我們的鼻炎末 這些鼻炎末本身也會分泌黏液的部分 會藉由我們的自然開口引流到我們的鼻槍裡面 去吸附空氣中的一些髒物體細菌 要進一步再從後鼻孔去做排除 在正常狀況之下 鼻痘的引流應該要是相當的順暢 那內部也應該是要空空如也的一個狀況 可是呢 在一些病變之後呢 鼻痘的黏膜就可能會產生進一步的症候 那另外本身上面的黏膜鮮毛 在排除的這個功能也可能進一步的變差 接下來就會導致鼻痘開口 形成一個所謂的阻塞 鼻痘引流不順的一個狀況 這個時候就會好像我們的活水變成了死水 也一直蓄積在裡面就形成了這個髒的鼻涕 要進一步去滋生所謂的細菌以及黏菌 那引發更厲害的發炎 形成一個所謂的惡性循環 那有哪些病例會造成鼻痘人呢 一般來說我們把它分成三個大類 第一個大類是環境的因素 包含抽菸、空氣污染、不敏原 這些都可能造成鼻液末表現厲害的發炎 那第二個是個體的因素 有一些患者本身天生的解剖構造 有一些變異 本身就是不利於鼻痘的引流 這也可能會形成鼻痘人 那另外少數個個案 它何必有一些遺傳或是免疫性的疾病 會去影響鼻痘鮮毛的擺動 這一類也是容易產生鼻痘人的個案 那最後一個就是微生物的因素 我們剛剛有提到 在利害的細菌以及黴菌的感染之下 就有可能會形成所謂的惡性循環 導致鼻痘人的狀況 那一般來說鼻痘人其實還算是蠻常見的一個疾病 那根據統計其實在我們多人的這個發生率 甚至可以達到所謂的25%到25%的狀況 所以它並不算是一個少見的疾病 那免疫性的症狀包含了鼻塞、黃鼻涕、咳嗽、口痛以及嗅覺異常 也因此只要有看到類似的這些症狀長期出現的時候 我們大概各位新病人 最好最好還是可以來檢查一下 看是不是有所謂的鼻痘人的一個狀況 那在診斷除了免疫性的病死之外 一般我們的黃金利器大概就是鼻塵的內視鏡 以及X光甚至是進一步的電腦斷神 去協助我們做診斷 除了這些工具之外 我們也可以利用鼻塞的評估量表 去客觀的量測病人鼻塞的一些症狀 除此之外還有所謂的過敏的測試 可以協助我們去看 病人是不是有所謂鼻過敏共病的狀況 不過以目前的診斷標準來說 大概只要有典型的症狀 以及典型的影像學變化 就可以診斷是一個所謂鼻痘人的一個情形 那在門診的時候常常就會有這樣的個案 他就說 再一次我的症狀似乎不太嚴重 那你說我有鼻痘人 那如果我選擇不治療的話 可不可以 那一般來說 我們還是不建議這樣去做處理 為什麼呢? 因為鼻痘本身的解惑後照的關係 它在左右兩旁就是我們的眼窩 在後方上方的地方 就有我們大腦所在的前入窩 以及中入窩 這些地方都有可能會受到進一步的感染 所以在免疫不好的病人身上 戲劇就有可能會沿著皮鬥 走向旁邊這些重要的結構構造 形成厲害的眼窩的蜂窩性組織眼 眼窩的萌羊 甚至是進一步腦胃、腦萌羊這些 那這些東西就有可能會進一步危機到我們的生命 除此之外呢 也有過去許多文件提到 鼻痘眼跟氣喘是有一個所謂共病症的關係 所以在控制不好的鼻痘眼身上 氣喘要進一步去過重治 其實也是相當的困難 那在治療方面來講 一般我們會先建議病人 先以所謂的藥物保守治療下去做處理 那最主要的第一線治療 還是在肺部損的局部疲分器 以及鼻腔沖洗的部分 有些病人的症狀嚴重 甚至會短期合併使用口服的抗生素幾類固存 那近幾年來 生物治療是一個相當夯的一個新的藥物 不過以實用性來講 目前還是使用在 所謂的頑固性的鼻痘肉 藍治療的這種鼻痘肉身上 那根據治療準則來講 第一線使用 還是以鼻痘肌跟鼻腔的沖洗為最大 這個效果 那如果病人在保守治療效果不好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建議病人 也許要考慮做手術的治療 在非常早年的時候 我們鼻痘的這種傳統手術 都是屬於外開的鼻痘手術 會經過我們純齒的黏膜 去找到我們上漢痘的骨頭的位置 那在上面打了一個洞之後 再把手術器械伸進去做鼻痘的手術 相對來說 組織的傷害是比較大 而且併發症也是比較多的一個狀況 那隨著近幾年 內視鏡的技術慢慢的成熟 現在已經絕大多數的手術 都轉為不用內視鏡下去做手術了 相對來說更為偽創 那恢復比較快 併發症的比較少 那除了這樣內視鏡的手術之外 病人也可以選擇 用智慧去做所謂的動力旋轉刀 那動力旋轉刀相較於傳統的手術器械來說 它的切割是更加精準 傷口更加要工整 所以對周遭正常的鼻痘墨保存是比較好的 那也可以進一步的減少出血量 以及縮短恢復型 那鼻痘手術雖然已經慢慢的 從健驅成熟 但是呢 其實都還是有一定的比例 會產生所謂的手術併發症 除了一般外科手術常見的 出血、感染、沾黏 這些併發症之外 我們剛好提到 鼻痘周遭重要結構構造 也就是眼睛以及乳底的部分 所以萬一在手術過程中 迷航就可能會造成這些 嚴重併發症 包含腹勢、包含視力受損 包含腦脊椎益滲漏 反過來說 萬一手術的過程中 醫師過度的小心 就會容易產生 所謂投鼠機器的狀況 提成這個鼻痘癌的病造 並沒有完全的清楚 這樣也會導致 手術比較容易複發的狀況 所以如果有一個新的技術 可以在術中及時告訴醫師說 目前我們手術的部位在哪裡 那周遭重要的結果 構造在哪裡 我想就可以大大提提這樣的狀況 可以隨著科技的進步 這個電腦斷神力 一定為導航輔助 這樣一個新的技術 也就應運而生 那目前根據它的機械原理 可以分成光學導航 以及電視導航這兩大類 本身引進的是 屬於光學導航的這樣的一個儀器 在準確度來說 事實上是非常精準 甚至可以小到DMN以下 那在設置的時間來講 也並不會太久 所以並不會造成手術的時間過度的延長 那我們在手術的時候 就會在術前 把病人的電腦斷層掃描到機器裡面 去做一個所謂3D鍵網的一個動作 那在術前 我們也會在病人的額頭上 貼上一個這樣的光學的定位貼片 所以在手術中 這台機器本身具有光學的鏡頭 它會去偵測手術的器械 而且患者以及這個定位貼片三者之間的關係 那就可以把它即時定位顯影到 我們的這個建模的這個影像上面 藉此去達到所謂 術中即時定位的一個功用 那這個是我們在手術廠裡面實際應用的一個狀況 可以看到說我們在這邊 我們的內視鏡在裡面去做手術的時候 我們的內視鏡系統會有一個影像 那在這個電腦斷層導打的這個機器 它一樣會去偵測這些關係 那進步行物在上面 那這是我們實際的影片的一個分享 這個事實上是已經我們整個手術 大概結束的時候 我們在做一個所謂double check的動作 去看說我們在乳底這邊的病障 是不是有完全的清除掉 那乳底這邊的骨頭 我們有一個受傷的狀況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用一個探針 再去做這個定位的動作 那這個探針就即時的顯影到 你的機器的螢幕上面去 那這個就是 我手上拿這個就是我們的探針 那接下來呢 我們也把它伸到我們的額豆裡面去 那就是看說 這個額豆的開口 我們是不是有確實的把它打開 促進它這個引流的一個狀況 那側邊就去探測有沒有 這個眼眶股這邊的一些受傷的一個狀況 所以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行進術事實上 相對來講更為精準更為安全 那目前來講 這樣的一個行進術事實上 健保它也有一些病人它是有給付的 那一般來說就是給付在這些 所謂比較嚴重啊 比較困難的這些 這些皮膚手術上 包含這個所謂 腹發之後的再開手術 Llinka後比方�becue 包含疊痲爾痘症 這些比較危險的配備 那另外如果病人合併有一些 所謂的皮膚腫瘤啊 嚴重的alen幟痺痘 如果我們先去比較說 藉由導航之後 我們去實行這樣的內視鏡手術 跟傳統一般的內視鏡手術 相比之下誰優誰裂 那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病發症的機率 復發的機率 在入院的距離 病人的真的生活體質上 事實上過去我們先去證明說 有加上導航之後 那的確是有傳統的這些內視鏡手術 好 所以總結來說 慢性的鼻鬥瘤 它是一個 相當常見的疾病 一當我們其實也不建議病人 就忽略不去做處理 那我們會先建議病人 以藥物方式相去做治療 可是如果效果不好 接下來就是手術治療 登場的十幾點 那傳統的手術 都有它病發症在 目前已經有這樣所謂的 電腦斷層立體定位 導航輔助的一個新技術 可以協助我們更加精準的去定位 減少說遭遭的解剖 或遭到的傷害 有減低這個病發症的機率 可以去提升我們的 手術的精準度 與安全性 目前公眾醫院在 大概五六月的時候 引進了這樣的一個新機器 所以 讓民眾 可以不用跑到醫學中心 也可以享受到在 醫學中心治療的一個醫療品質 那這是我今天的人獎 謝謝大家 謝謝蔡醫師精采的介紹 不想問各位媒體朋友 有沒有問題想請教蔡醫師 請教蔡醫師 熱身 醫學中心治療的一戰 請教蔡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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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 就這樣手術 你剛剛講說健保有起伺 健保有起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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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包括… 包括你上一所講的電腦 電腦 导航系統還有那個內視鏡 動力什麼形狀 好的 對設計師 就是不是全部都 包括在內 不是說 還會在另外的 對 目前 在內視鏡本身的手術 以及這個导航裡面 它都是有間导航系統 那比較需要注意到的 就是說在导航系統本身 它是屬於一個所謂有條件的一個頸部 那主要條件就是我剛剛列出來的那些 這個所謂的適應症上面 那在動力全轉刀的部分的話 它是屬於手術出現的部分 對這個東西目前它是屬於所謂的 一個自費的項目 再請教一下 那個你提到那個 剛剛有提到那個 症狀手術的那個不耳率 叫做那個 電腦管理 這個不耳率會比較低 它的復發率 然後跟低 到底 通通手術的復發率大概是多少 那它變好 電腦管理 因為它是屬於 那那復發率 反而是 大概是多少 那你可是 你給我們聽到那個復發率 目前來說 這個復發的比例 其實在統計上 它各家的文献出來的答案都不太一樣 甚至有一些個案 有一些報告 它這二三四大以上都是有的 就是在傳統手術上 那其實會隨著病人本身的狀況 都太一樣 會不一樣 包含有些個案 它是屬於這個 所謂的 鼻吸肉的 鼻吸肉的復發的比率 相較下 是更高的一個狀況 那在 合併人導航手術的使用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是盡可能的去減低 所以一般來講 就是再去降低這一個部分 對於這個數字上本身 它會隨著文献所提供的不太一樣 隨著個案的選擇也會不太一樣 對於這個節儀的 因為它需要給人家 這個節儀的 對於這個節儀的 我們可以當時有很多個案 我們請求 好 剛剛有 讓您看 那些 提到那個 那個 那些 那些 例外傳室的那個 那些 例外傳室的嗎 都清洗 用 用那個 那些 鹽水 對 一般來說 那些 例外傳室的 用冰箱沖洗 如果用冰箱 用冰箱沖洗 有没有什么差别 在冰箱沖洗的部分 我们一般都建议 跟我们的身体浓度是一样的水 也就是说是 接近所谓身体水的浓度 下去做沖洗 才不会说因为渗透压的不同 导致冰箱进一步的水伤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用家里的这个 比方说自来水打开之后 有种清水来讲 因为自来水道的开口 通常是属于一些细菌 会卡在上面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可能这样冲一冲之后 反而把新的细菌又带进去 造成新一步的感染 所以一般来讲不是那么建议 我们当然是建议病人 也许你可以去购买 所谓身体食盐水的部分 或是买专用的洗涤液 用比较干净的水 比方说我们煮过干水 放凉之后 下去做所谓冲泡 那在鼻腔冲洗的这个器械来讲 我们也会建议病人 我们大概最好最好一对摆 至少可以勤结一次 借此去达到所谓比较干净的 一个冲洗的效果 你好 蔡司 请教一下就是 你听到这个案例一的 63岁无形人生 他是不是就是新屋岛 里面第一段的那个 无形人生 但是新屋岛是56岁 那两个事是一个 其实应该是一样 那个应该是我比较感到 严谨好吧 了解 那你有提到说 遇到有一个成因 就是有环境 环境个体 跟回生素 这些因素 来来导致 是 那像 如果像个案 就病例一的这个 乌先生来讲 他有没有 这些成因的一个 比如说 抽烟的患者 类似的 各种情况 就举例 就是说 他可能是一个 比较高危险因子的 一个患犯者 这个个案 本身 他的这个 蓝状的这个病状 后来我们手术 其实也是把这个东西 拿去进一步做所谓的化验 那证实他是一个 尼义蓝种 那尼义蓝种本身的话 通常就是在 他可能过去长期有一些 发炎 鼻塞的状况 那甚至是鼻痘开口 有阻塞的状况 所以进一步 导致黏液蓄积在里面 所形成的一个 新的一个病状 那 因为他过去 其实并没有在这边 就诊的一些记录 所以很难去判断 那会不会他天生结果 构造有一些问题 这是有可能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回到 他的电脑段什么去看 那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上汗痘的病状 已经涂得非常大 那这个病状 我们刚才分享的是个理题 然后说 其实周遭的股脂 似乎都有一些变化 这个是因为这个病状 在变大 它会形成一个压力 会造成股头本身的发炎 所以进一步造成 周遭结构 会有部分被破坏掉 所以 就会变成说 当下一开始 发生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 不得而知 但是就 以这个病状来说 事实上 已经大到 会开始产生很多很多的症状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个案前来学问 这样子 谢谢 那另外就是说 有关于痘痘 就是你说 有这些成因因素的一个产生 那对于痘痘 来讲就是一般人 一般民众 我们有医生在这方面 有什么建议说 在预防犯 就是你的生活 或者是有什么 比较基本的一些状态治疗 谢谢 其实目前来说 鼻痘炎本身 已经证实跟 这个过敏 鼻症过敏 有相当高的一个 公病症 所以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在诊断的过程里面 有时候会让病人去验 这个所谓的过敏 去看说 是不是在生活中 可以尽可能的 遗免掉这些过敏的接触 那导致鼻子的症状的加重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也提到 抽烟空气污染的部分 所以这个我想 现在也 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空气浸浸机 这些东西 大概有时候 会比较建议 也许在PGA 还经常要去做事 要完完全全的遗免掉 也许是有相当的难度 但是我们都是 尽可能的 让它控制起来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 如果有鼻子过敏的病 其实放着很久的情况之下 有些会进一步 产生所谓的鼻齐肉 和鼻鼻痘的这些状况 所以 其实最初还是在 过敏的治疗上这样子 谢谢蔡医师的补充 请没听到的提问 如果有提问 还有温柔的问题 都可以私底下 再来请教蔡医师 那今天的记者 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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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